现在连继承车都开始用电动车了吗 我们实际找来一个问奖 原来他说电动车的保养费很低 比起燃油车一个月居然可以省下上万块 可是等待充电倒是另外一个时间成本 后座车能上先设计电动修旅车外形酷炫 但竟然也用来当作继承车 请问是谢小姐交车吗 在多元继承车的发展之下 越来越多的电动车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不过像我搭乘的这一款车子 由于车身是没有涂成黄色的 因此只能线上轿车 虽然内装与燃油车差异不大 但对小黄驾驶来说很有感 像是在能源费用上 电动车的电费只占营业额的十分之一 但充电需要一小时 而且充电站不向加油站来得密集 但不用上燃油车每一万公里 就至少得花上五千元保养费 虽然折旧率比较低 但车价是国产车至少一倍 以往我一个月营业额 营业下来我汽油 光是加油我就要加到快两万块钱 对那换了电动车之后 我这换第二个月 我上个月充电 大概充 一个月充不到七千块 比比特斯拉Model 3来说 标准版约160万 燃油计程车常见的 Otis经典款69.8万元 虽然入手价格就差了超过一倍 但长期算下来电动车几乎免保养 电池有八年保固 燃油车后续成本还是比较高 不过等待充电时间 其实也是一项时间成本 看了是未来 未来是一个5G的时代 人们现在习惯用手机来做任何的服务 包含买东西 购物 轿车等等 我自己看出来 路招的时代可能快要过去了 计程车也跟上电动车趋势 毕竟身材工具成本要看得长远一些 东森载经新闻 谢维扬州台北报导 谢维扬州台北报导